小默 二十四年 这舞台 五个阶梯我走上来了 周高音轩 恭喜 高音轩的表演细腻写实 尤其在未纪录片的形式中 不露痕迹的细节演技 引人入胜 谢谢 爸爸 妈妈 哥哥嫂嫂 对于我一个这么叛逆的人 一直给我的支持 谢谢 评审们 给予我这样 这么小的 戏里面这么小的时间的演出 可以给我这样的肯定 小默 二十四年 这舞台 五个阶梯我走上来了 我爱莫子一 我爱庄凯勋 我爱小马 潘刚大 刚认识 但他很棒 然后 刚刚听说 顺便帅跟朱子盈 还有 蔡轩燕他们都哭成一团了 我很轻轻我大概只流了一点点眼泪 你刚刚在台上非常激动 我很激动啊 因为我一直在哽咽 然后 我很 很谢谢 真的很谢谢 评审团给我的 这样的肯定 因为 呃 我真的不太清楚 这个表演的 拿捏 或者是这个尺 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心里面觉得 应该 这应该真的是 其他人要拿这个奖吧 这个 我今天能拿到 就 真的是 感谢主啦 我妈妈应该很高兴 爸 爸 我拿到了 那也可以 等一下 因为 之前有访问提到说 你有说过说 你在这个圈子蛮久的 好像也有一度觉得 电影圈 就是不需要你 那你觉得这个奖项 对你而言 会不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 很重要的动力 因为在 2020年那一年 我已经准备要转行去做 呃 这个 健身教练 然后 柯梦荣导演 愿意把我找来 继续演出 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也很感谢 台北艺术大学 很感谢 林如平老师 马丁尼老师 还有李国秀老师 带领我可以 现在站在这里 给起球吃光 眼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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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国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伯淑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哈喽大家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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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太美了 太美了 看什么 看 快 听开了 快 啦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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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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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